在核酸筛查中主要有两个关键环节 一个是现场采样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实验室检测 经过各方努力 在采样能力上 我们通过挖钱招募等多种方式 不断增加采样队伍的储备 并进行相应的专项培训 目前已储备了约3.8万人的采样队伍 而且为全面推进常态化采样点的布局 并发挥其作用 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实验室检测能力上 通过增设检测机构 增配方舱实验室和移动检测等方式 来使我们的检测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 那么它从我们本市的单日最大检测能力 从本轮疫情之前 我们上海的只有102.8万管的采样能力 而检测能力增加到850万管以上 实验室检测能力的提升 不仅仅可以满足上海常态化检测的需要 而且能够更快地报告检测结果 更好的满足市民生活的需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